都说老K的克兴是包王,原来我不信,现在我真的信了 昨天老K跟包王打的这场比赛非常的焦脱啊,双方都是站到S在,才分出胜负 而且老K这边我感觉的大门失误特别多啊,特别是近身的那个天地反啊 要么出现假镇,要么出现简破了 所以说导致他们两个打的这个比赛啊,就是你追我赶,非常焦脱 昨天本来是最期待的比赛是老K跟叶峰 结果叶峰被老K打了个10比1,相反包王跟老K的比赛,才成为全场观众 万众瞩目的交流 现在这个大门,这个大柱啊,被龙二压进角落 正好这是一个卖肉桌,由于龙二在地面啊,然后大柱到地 包王压剑必杀,直接抢了一个超杀 而且是出的这个隐藏的刀子啊,这个必杀的伤害是最高的啊 比什么43连呢,什么什么都要高 不信大家可以测试一下 这个必杀的隐藏剑怎么冲呢 就是当时他抓到对手的时候,你拉住钱,断几下A 他就会出刀子了 然后这一回合是大柱跟龙二打出一波做game平局,同归欲剑 让双方第二个人同时出场,然后K是第三个,包王是第二个 直接迈入蓝之山,跟刚才的那个 龙二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大跳 这个大跳有什么好处呢 大门这个大跳可以躲过这个 真七起身的这个 16A的指令头判定,大家看到了吧 真七起身出了一个轻拳 其实他包王也是想抢抓 但是大门的跳跃高度追上高 真七的这个 投机判定 抓不到大门 这时候已经 投机判定的指令已经消除了 突然服务地雷战要么反三吗 要么反二吗 先做一下这个蹲防 大猪的蹲防可以躲过很多 大门的蹲防可以躲过大猪很多的盲点 例如战兴 狙击锤等等 能能闪突然服务一波向上 没有选择扎气,选择近身 大跳向蓝之山为一个平衡猫 这时候非常关键的,看包王怎么打 他就归在角落 一队小平衡 能量伞 直接天地板 再一下 这局打得非常精彩 然后三前双方瞬间来到了一个 S战 这局谁赢了最江湖的本次比赛的分裂 开局八成大哭发抢这儿不错 就是包王还是不慌不忙 就是小蛇屎中段 不行就蛇屎上转 一队小批边的一队抽 而且现在包王的心态非常好 你看看 就拉后 打一下我就跑 敌退我进 敌进我退 就是给你拼血 只要把老K的八神带走 包王的胜率就非常大 必杀打乱到 那能AB吗 这样 老K的八神也没有打出优势 由于打到S战 老K也多少有点着急 八神没了兄弟们 就非常难查 因为包王还有个真气 他的真气 说说还能打 包王大门打 包王的真气都不好打 好 也好 好 我开玩 浪费 杀 1 5 6 6 5 5 5 9 Yamase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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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逆势情况下 老K再创翻盘奇迹 前冲下一球蓝之珊 再等对手 下边点点挂蓝之珊亮灯 好 通过第三段讲座蜡 可以加出一颗气 看下一手怎么得 大跳 正好打爆完起身一个乱动 然后小跳跟反战 跟反小跳在 正好瞬间秒了这个真七 双方就等于打S3S局兄弟们 如果老K这局 如果老K这局成了 那就是 反三 前冲被跳CD 打了回去 两段头上服大门没倒地 直接前冲追击 二段头上服在地雷战 既然这个跳CD没打出康 他如果打出康 他就可以把大主基本上秒晕了 能量散暴王跑路 完了就这一下就能满飞了 这一的回 这把头上服就没有想杀了 然后老K这颗气敢不敢杠 切防被下跌 切防被下跌 哎呦我刚空了